深哲深谈 深度思考我们的世界 7月17日 郭文贵接受民警专访 爆出了至今为止最大钢量的超级核弹级的爆料 郭文贵的这次爆料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 我对以前郭文贵的爆料 他还是持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 一直到郭文贵爆出姚明山他是美国公民 就是王岐山的夫人姚明山是美国公民 这时候我还不敢完全相信 因为姚明山他也有可能是瞒着王岐山 他加入美国籍的 王岐山可能不知道姚明山加入美国籍这件事情 所以单单是姚明山是美国公民这件事情 还不能够完全证明王岐山 他这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他也就是说王岐山也还可能他本人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问题出在他的夫人身上 那么7月17号 郭文贵的爆料 他就让我感到郭文贵说的这些爆料 那确实是真的 那我为什么这次相信郭文贵的爆料是真的呢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去亲自核实那些郭文贵报的什么银行账户 那些数据 查那些数据 那个其实也并不需要 我们只要从这个逻辑上进行一些简单的逻辑分析和逻辑推理 我们就可以肯定郭文贵的爆料是真的 这个逻辑分析的关键 就是郭文贵他公开了别人的个人的银行账号 这是郭文贵7月17号他的报号中 他就公开了这个海航的陈丰 姚庆王贵等这些人的个人这个银行账号 以及银行的存款数额等等 这些个人的隐私材料 其中这个姚庆他是姚明山 不是他是王岐山夫人 姚明山的妹妹的 就是姚明端的儿子 也就是说他是王岐山的内侄了 也就是血缘关系也是相当近的 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的银行账号 就是说你在银行里头有多少存款 你的银行账号 那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级的叫做个人隐私 那是绝对不允许公开的 如果别人把你的银行账号给公开了 是公开你这个账号上你有多少多少存款 那你还能容忍吗 那你肯定要和这个人拼了 所以说在正常情况下 如果你要是公开别人的银行账号和银行存款有多少钱 那是绝对侵犯个人隐私的一种犯罪行为 不管你公开的是真的假的 哪怕你公开是真的 那你也是犯罪 因为你公开别人的银行的这种个人信息 个人财产信息 那是绝对是不可以容忍的犯罪行为 所以说呢 如果你有个人敢在美国 你去公开别人的银行账号 是吧 那像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 那非要叫你赔的是倾家荡产不可的 所以呢 郭文贵他在美国公开向陈丰 姚庆王健这些人的这些个人的银行账号 存款数 这些低级的个人隐私材料 那就是一件 如果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那是一件非常非常违法的事情 如果陈丰这些人 他这个银行存款是一个合法的收入 哪怕这个郭文贵他提供的这些银行的 这些资料 这些存款 这些账户都是真的 那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犯罪行为 陈丰他们完全可以把郭文贵告上法庭的 可以把郭文贵搞得那是倾家荡产 都是很有可能的 可是呢 有一种情况是例外 就是如果这些银行账号上的钱 他是非法收入 他不是合法收入 是涉及犯罪的这些金钱 那么公开这些人的银行账号 那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你法律是不会保护犯罪的 如果是犯罪分子的银行账号 那你公开出来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呢 郭文贵他要报这个 要公开这些陈丰 邀请王健他们人的银行账号 它是一件风险非常大的事情 如果郭文贵不能证明 陈丰这些人的银行 这些里面的钱是一个非法收入 如果他无法证明的话 那么郭文贵他要公开 陈丰这些人的这个个人的隐私 银行账号存款速补和这些东西 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 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 法治国家 那一定是要受到很严厉的法律上的制裁的 所以呢 郭文贵他敢公开陈丰这些人的银行账号 这件事情啊 就是说明啊 他确实是拿到了这些陈丰这些人 所以他们这些银行的存款 是一个非法所得的一些证据 如果他没有拿到这些证据 他不敢这么做的 这种做法因为是太违法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陈丰他们这些人的收入 确实是非法收入 那他肯定是不敢的 所以说我们单单从这个郭文贵 他敢公开这些陈丰啊 姚庆王健这些人的银行账户 敢公开他们的存款数额 我们就可以从逻辑上推测分析出来 郭文贵的爆料应该是真的 如果呢 这些陈丰啊 这些姚庆啊 王健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是无故的话 那么他们这些银行账户上的钱 真的是合法收入的话 那么陈丰他们应该马上去反控告 这个郭文贵啊 这里是非常 就是公开别人的银行账号 这是非常非常违法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侵犯个人隐私的一件 很违反的一件 很违法的一件大事 所以说如果陈丰他们不去控告 郭文贵的话 那就反过来证明 郭文贵这个话说的这些事情 他就是真的 如果如果是你想想看 如果是如果是你的话 如果别人是公开了你的银行账号 公开了你的银行存款 而且你对这件事情是毫无反应 那么别人肯定会怀疑你 你的这个银行的钱肯定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别人公开了你的银行账号 你还没有反应呢 所以说我们只要通过郭文贵 他敢于公开这些陈丰啊 这些姚庆他们这些人的 个人的银行账号 个人的银行银行账号上的这些存款数额 我们就可以从逻辑上判断 郭文贵的报道是真的 我们都不需要去查那些数据 你只要动个简单的逻辑判断 你有一点逻辑头脑来思考一下 这就可以判断郭文贵这个报道是真的 另外呢 郭文贵他还有更厉害的一手啊 他就是要通过美国的司法机构 来公开证明这个王岐山家族的 他是有巨额的不明来源的资产 那么我们知道呢 中国政府肯定是不会轻易去查王岐山的呢 所以那么你怎么才能用公开的方式来证明 王岐山家族他有不明来源的资产呢 所以郭文贵啊 他就在美国找到了这个突破口 因为郭文贵的养女 孙瑶 她是美国公民 她持有美国护照 所以呢 如果这个 这个郭文贵 他要是指控这个孙瑶啊 那么他向美国这个法院 指控这个美国公民孙瑶 说他这个偷税 那么呢 美国法院他是要必须要接受这个案子的 因为郭文贵他指控的不是中国人 而是美国人孙瑶啊 所以美国法院他不接受这个案子也是不行的 他必须要接受这个案子的 而且啊这个美国他法院他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嘛 美国法院不可能像中国那样 就是说受到政府的压力啊 我说我拒不受理这个案件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美国法院他必须受理这个郭文贵 一旦郭文贵要是他就是控告这个孙瑶 你这个偷税漏税 那么美国法院他是必须要受理这件事情的 那么因为逃税啊 偷税漏税 这件事情在美国呢 是违法的 当然在中国他也是一个犯罪行为了 所以美国法院对这种所谓偷税漏税 这个逃税的事情还是比较重视的 美国法院他如果接到这个郭文贵对孙瑶的指控以后呢 他就会向这个美国公民孙瑶啊 他要发一个传票 就是要求啊孙瑶或者孙瑶的代理律师你要到法庭来出庭 如果你孙瑶是拒不出庭的话 那当然法院还是可以缺席判决的 这个呢就像以前就是像前一段时间了 当时候菲律宾啊是向国际法庭就是指控中国了 当时候中国是拒绝到这个法庭出席 结果呢国际法庭还是在中国拒绝出席的情况下 对这个案子进行了一个判决 所以如果孙瑶他要是拒捕 他就是不到法院出庭的话 那你这个结果可能是更糟糕的 所以呢这个事情和孙瑶已经你去不去法庭都无所谓了 只要郭文贵告了他就会有结果 当然了如果郭文贵他告这个孙瑶这个逃税这件事情的 本身呢他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犯罪 只要孙瑶你把这个逃税的这部分钱 呃补交齐了而且在呃再交上这个罚款的话 这个孙瑶的案子其实就可以结束的 问题是他这个案子的关键还不在这个地方 因为郭文贵你要是控孙瑶 孙瑶你总的替自己辩护一下对吧 那么你要辩护的话 你就要拿这个证据来证明我这个银 这个银行的存款是合法的收入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法院就要通过各种渠道 就可以到银行去查这个孙瑶的这个账 看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呃是真的是一个和是合法的收入 那么这样一来就等于就把这个通过美国法院的体系 就把孙瑶的这些在在美国的这些账账户啊 各个账户或者在其他国家账账户他都可以查的 因为对于美国来对于就是美国的纳税来说 你在你在国外的这些这些钱啊 这些存款他也是属于需要纳 就是在这按照美国的法律体系 你在国外的存款这也需要纳税的 不是说你把你把国外你把钱存到国外 这个税税就不要纳了是吧 所以他要整这个美国法院 他可以来整个查这个孙瑶的这个钱的 所以呢一旦的一旦美国法就是美国法院这个渠道 通过美国法院渠道来查孙瑶的话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孙瑶的这些收入这个银行的情况 就可以这个曝光出来公开他公开出来 而且而且他是一个向全世界的一个公开出来 一旦孙瑶的这些银行存款这些事情 通过美国法院的形式公开出来了 那就成为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了 因为你中国方面你可以指责是郭文贵 你是搞欺骗你是假的 但你不能指责美国法院是搞欺骗是假的 如果美国法院公布出来 中国你是不能说你是美国法院造假是吧 那你肯定不能说这个话 所以一旦美国的法院拿出来孙瑶 他有这个巨额就是来源不明的这些存款的这些证据的话 那就是铁证了 那就不是什么证据链的问题 那完全就是一个铁证了 这样一来呢 那么全世界呢 他都会知道啊 中国的高级领导人 王岐山的女儿孙瑶 因为王岐山 孙瑶虽然是王岐山的养女 但是从法律上讲的养女 就是和你这个亲生女儿是地位是一样的 他是有和 他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的 他是可以继承王岐山的财产的 所以呢 一旦这个孙瑶啊 他有一个巨额的来源不明的财产的话 那么这个信息传出来 对这个中国政府 对这个中国政府的形象 那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现在全世界 他都在反腐败 反洗钱呢 如果中国高级领导人 王岐山的女儿孙瑶 被美国法院查出来 他有巨额来源不明的这个财产的话 那么王岐山在国际上的形象呢 肯定就是要完了 而且呢 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还要再要保王岐山 那么他自己这个政治形象的损失呢 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就像郭文贵说的那样 他相信啊 是八千万党员啊 中国八千万党员里面 大多数人都是好人 都是有正义感的 如果他们一旦知道美国法院 他公开出来 王岐山的女儿 他有巨额的来源不明的这个资产的情况下 在这样有一个拿出铁证的情况下 那么他们再让他们继续容忍王岐山担任我们的中央纪委书记 那他们是确实从心理上是很难接受这件事情 所以说一旦美国通过美国法院这个渠道 用公开的形式 用法律的形式来公开王岐山的女儿孙瑶啊 他有巨额的来源不明的财产 习近平他要想再保王岐山 这个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这个时候王岐山已经不能再给习近平帮忙了 不能再帮习近平反腐了 而且反而他会给习近平抹黑了 这个时候习近平他也就会放弃王岐山了 有一种传说啊 说是在这个插队的知青时代啊 这个王岐山和习近平他们两个就互相认识 甚至还在床上共同盖一床被子 这件事情都是一些传闻了 他并不是事实了 在事实上啊 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这两个人的人生的道路啊 一直他是没有什么交集点 没有什么交汇点的 也没有什么私人的交情 可以说一直到这个他们两个人进入中央以前啊 他们两个都是基本上是一个陌路人 互相都不是很都是都是不太认识的 所以一直到2012年 他们两个人同时进入了这个中央的这个 常委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习近平当时任总总书记 王岐山呢他是任中中央纪约书记 这个时候两个人才真正的建立起来一些这个个人的这个关系 所以这个习近平就是王岐山啊支持这个习近平啊 其实他也不是出于什么个人的交情了对吧 所以习近平他现在他就是他要保这个王岐山的他也不会处于什么个人的这种好像是交情上的事情啊 就是私交我来立保王岐山这也不是太可能的因为他们两个人也没有特别多的私交 或者是什么这个就是说什么救命之恩这些这个也都没有的 不仅如此呢这个郭文贵还有更更厉害的一手啊 这个就是他现在他是要反过来威胁这些现在中国的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就是前任的政治局常委 因为郭文贵他在报道里公开说了这样的话 郭文贵就说他准备爆料几个现任的常委和这个前任的政治局常委的料 郭文贵他说他准备爆现任常委和前任政治局常委 他们就要爆几个人的料 这个就是向他们这些人啊就发出了一个叫做反威胁 因为这个郭文贵啊他其实把这次爆料的时间啊就选择在了这个北戴河的会议这个高峰期间 大家都知道北戴河会议啊其实是中共十九大以前它是最关键的一次会议 虽然它是一个不公开的会议 但是真正重大的事情啊在十九大以前的重大事情都是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上 所谓叫做敲定或者是勾兑出来的 那么据郭文贵说啊从7月17号到20号这几天呢就是北戴河会议的他就勾兑这个十九大人士的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这个时候呢郭文贵他爆了王岐山的料 那么这些到参加到会的这个现任领导也好老领导啊这些人也好 他们必然要不能回去无法回避这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来谈论一下讨论一下王岐山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呢王岐山他现在的地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了 按照中国的规矩你级别低于政治局常委的人 你是没有资格来谈论王岐山的事情 你是没有资格讨论的 所以呢有资格的讨论王岐山的事情呢 只有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和以前退下来就是前任的政治局常委 他们是有资格来讨论王岐山的事情 那么郭文贵他说我准备报几个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前任的政治局常委的料 这就实际上啊他就是告诉这些政治局常委们啊 就是说如果你支持王岐山我就要报你的料 如果你不支持王岐山你反对王岐山我就不报你的料 郭文贵啊他其实也都多次也明他很明确的说 他其实是有这个老领导啊给他来提供一些信息的 所以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上哪些政治局委员是支持王岐山的 哪些政治局委员是不支持王岐山的 那郭文贵他都会知道这些信息的 那么郭文贵他就会选择你哪个政治局委员报了 就是支持王岐山我就报你的料 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就是啊郭文贵啊就等于是用一把手枪 就顶住了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前任的政治局常委的后背 就用就用这个手枪顶住他们了 他就说你要是支持王岐山我就开枪 你要是不支持王岐山我就不开枪 就是这样在这个手枪顶住后背的情况下 那么这些政治局常委他们就要考虑这些后 就是这个就是应该他们要考虑他们怎么做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一些呢他以前呢受到过王岐山的一些好处吧 他们本来是准备支持王岐山的人呢 现在呢在受到这个郭文贵的手枪顶着后背的情况下 他也很可能就要放弃支持王岐山保自己嘛 那么一些呢这个害怕这个王岐山的常委啊 他他会害怕这个得罪了王岐山 那个后果很严重 可是现在呢郭文贵拿手枪顶着他们后背上了 他们就觉得呀这个郭文贵 如果你得罪了郭文贵 郭文贵这个后果比得罪了王岐山还要严重 如果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他们也会选择宁可我就得罪王岐山了 他他就不愿意得罪郭文贵了 因为毕竟你把你的料爆爆出来的话 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所以说呢这个郭文贵他放这个话 我准备要报几个政治前任政治局常委和现任政治局常委的料 这句话呢就是就是等于像这个呃参加北戴河胡义的这些前任的政治局常委和现任政治局常委就发出了一个反威胁 如果你们要谁要是支持王岐山我就报你们谁的料 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呢这些这句常文贵又受了他又受到了一种反威胁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哎他们就有可能啊就放弃支持这个王岐山了 那么这样一来王岐山的地位啊就比较危险了 因为大家如果都不支持王岐山的话那王岐山的地位那肯定是很危险的 好我们来就是小结一下这次啊就是7月17号啊郭文贵爆料这个要点了 他第一个呢就是郭文贵他公开了陈峰姚庆王健这些人的私人账号存款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侵犯个人隐私的一种行为了 那么郭文贵他敢于把这些敢于把陈峰他们这些人的私人账号给公开出来 那么就说明啊他敢就是他敢认定就是陈峰他们的这些钱啊都是非法所得 所以说只要只要是从这件事情就是郭文贵给郭文贵敢把他们的私人账号公开出来这件事情啊 你只要有一点逻辑思考的人力能力的人你稍微逻辑思考一下 推理一下你就可以发现郭文贵的爆料这确实是真的 第二个呢他因为啊 这个郭文贵他的女儿孙瑶他是这个美国公民 所以郭文贵就是这个王岐山的王岐山的女儿孙瑶他是美国公民了 所以郭文贵他就可以通过美国法院的这个用通过美国法院起诉的这个方式 来起诉这个美国公民孙瑶那么他就可以通过美国的法院来把这个孙瑶的这些财产啊给他这个公开出来 一旦呢这个美国的法院他证实了孙瑶确实有巨额的来源不明的财产 这就不是一个证据量这是铁证的确实是证确实是证明这个王岐山他是有问题的 王岐山的女儿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这个中国你可以指责就是郭文贵造假 你就指责美国法院造假那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这样这样子一来的话 如果通过走美国法院这个途径的话来报王岐山的料 那么中国方面这是想掩盖都掩盖不住的 那全党都会知道的 第三点呢就是郭文贵说啊他准备报几个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前任的政治局常委的料 这就等于是一种威胁了 郭文贵就等于用手枪就顶住那些现任的常委和前任常委顶住他们的背背后了 就说你要是支持王岐山我就开枪 你要是不支持王岐山我就不开枪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这些政治局常委现任的和前任的 他们就可能出于为了自保吧 他们就可以反过来呢 本来是准备支持王岐山的 现在也可能反过来就要反对王岐山 这个事情也都是很可能发生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王岐山他这个地位啊 就是非常危险 这是关于郭文贵这个7月17号的爆料呢 这个大概的我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呢 就是这个三个要点是我们需要看到的 当然关于他的爆料还报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这个呢 我将在后面呢 我们再慢慢的谈一谈 今天呢 就先谈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 先来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敬请有兴趣的朋友们 继续前来观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后 打赏后 打赏后面